大樓竄出濃濃黑煙 文化校園濃煙密布 消防人員緊急布水線灌酒 不斷往頂樓灑水 在起火點在教室裡頭 樓梯間瀰漫白煙 學生摸黑逃生不易 只好往頂樓跑 逃水 不斷招手呼喊 瘫在圍裡不敢輕舉妄動 現場狀況危急 有16人受困 警銷人員在一樓不斷喊話 要了解火勢狀況 同學心急逃竄 等待聚員 上面一共八個 只有三個 只有三個沒過來 對 上面一共八個 圍著稍微錯傷而已 出動雲梯車搶救 學生順利從六樓窗口逃出 傷者臉部被燻得滿臉黑 好在人都僅有些微擦傷 救護人員馬上處理傷口 文化大點館竄火 學生驚魂未定 就是 就有警報對不對 就是淹伸上來這樣 我們是就到陽台上面 對 還有五個 還有五個 好 那剛才那個廁所的 廁所不知道 廁所的目前兩圓 教官第一時間加入救援行業 發現還有人困在廁所出不來 才發現原來起火點 在五樓環社學院專業教室 學生聽到火災警報器 全往頂樓跑 兩名女學生被煙霧嚇得躲在南側 困在裡頭遲遲無法逃生 消防人員爬梯至六樓 好不容易找到人 但兩名女學生生命跡象不穩 一度失去呼吸心跳 在受困的基本上 他已經在外面 比較沒有這個 立即的危險 所以我們的人力 全部投入在 收救受困在廁所的民眾 為了畢業展覽學生 趁寒假跑回學校趕作品 疑似在操作切割模型機具時 串出火勢造成14人輕傷 還險些奪走兩名女大生的性命 這位黃明君受傷連三區小組 台北報導